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前后费时约6年开发的合发产业园区,近日陆续有三家企业取得工厂登记并投入产能,预计5年内可创造570个就业机会,年产值上看20亿元,逐宣告合发实质启动,也渴望带动新一波产业投资高雄。 高市经济发展局长李仪德指出,三家企业分别为放达海洋、和联社、都瑶生计,都是该产业龙头或其渐行厂商,据国际行销能力且布局全球产业链,也凸显和发源区吸引台湾制造高端技术进驻,与机油产业群聚等优势。 李仪德进一步表示,过往产业园区开发都是等到公共设施完成,土地区块划分好财标售或标租,和发走出一条新路,将园区公共工程与建厂红布进行,依照紧筑厂商规划投产期程按时交币,许可建厂并取得工厂登记,透过旗舰企业加速进驻,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群聚, 并让在地厂商得以掌握产业升级与价值商机,经发局说明,家电制造商和联社看好高雄发展及市场规模, 旗舰里高效节能环保空调生产基地,泛达海洋的游艇防火舱门、吊杆、舱盖等海外订单逐年增加,目标打造亚洲第一家游艇百货, 都阳生技以生产健康家用电器为主力,预估年产2万台按摩椅并将扩大出口日本经发局估算, 三家业者5年内将创造570个就业机会,年产值更上看20亿元, 经发局统计,核发已有超过50家厂商登记进驻,申请购的面积达40公顷, 目前尚有土地客公租售,平均每瓶售价约9万元,自备款15%即可进驻, 十分具投资潜力,有兴趣业者可上网, httpwww.cgopher.com TW